由香港导演刘伟强指导的电影《中国机长》 近期在内地热映 该片根据2018年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警 真实事件改编 上映不到一周便突破15亿票房 除了悬念紧张的剧情和演员们精湛的演技 扣人心弦的配乐已给电影增色不少 电影的配乐工作由香港知名音乐人陈光荣完成 陈光荣曾在70多部电影中担任配乐 并凭借影片《风云之雄霸天下》 《十月围城》和《武侠》 三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原创音乐奖 从上个世纪90年代 《风云之雄霸天下》 《古惑仔》系列等电影开始 陈光荣和刘伟强经常有合作 作为老搭档陈光荣表示 导演给予自己很大的创作空间 但《中国机长》这部电影题材特殊 如何用音乐将紧张气氛的张力扩大 自己花了不少心思 其实跟刘伟强导演合作了很多次 每一次最好的一件事 是刘伟强导演都挺放心 或者挺备空间 我去做电影的音乐 当然了 你说我们会通电话去说一下 我大概怎样做 之后就去忙他的事 我就要坚守好我的光位 因为它好像是一个 它是真实而变成电影的 那我的音乐究竟是街乎 你要是当是一个纪录片的感觉 去人令观众 还是要明显一点的音乐 将紧张的地方的张力扩大 陈光荣说 完成这部电影的配乐 大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由于导演精益求精 后期剪辑过程中多次调整画面 音乐也要随之修改 但总体来说 二人的合作很顺畅很愉快 陈光荣笑称 这次创作的一大挑战 是因为于内地的文化差异 自己不能马上明白一些笑点和对白 为此 他私底下做了不少功课 譬如有些笑话 香港可能有些通俗一点的笑话 大家一听就会笑 但你未必是解释到那一字 我相信两个文化不同的 都会有这些类似的情况发生的 有些笑点我未必知道的 但我需要去明白 以我去做音乐的角度看 当然我需要很明白 每一句对白是讲的什么 那我就会去问那些人 究竟那个位是 那个含义在哪里 过去多数位香港音乐配乐 但陈光荣近年越来越多接触内地电影 为憨憨知道的《飞驰人声》配乐 是他首次与内地导演合作 陈光荣认为 音乐是一种可以穿梭地域的共通的语言 做音乐不需要去区分 内地电影和香港电影 但为电影配乐不能只懂音乐 一定要明白对白背后的含义 现在自己对内地的文化 懂得越来越多了 我会出现有点不明白的地方 但是你都会 我觉得我越来越明白的 因为我需要有些人去告诉我 我那句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你不明白那个表面意思 其实是前后的那个flow是 为什么那句的含义 背后的含义其实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做电影配乐 你是需要深知到 想多一重 比表面的对白还要深入一点点 感谢观看